杨家将,二,李建忠历就一事,忽言赞梦神教武,却说忽听赞辞过父母,匆忙上路,正值十月天气,寒风袭面,落叶萧条,赞再路行了数日,望见前面一座鳄山,赞思曰,此处必有强人出没,到尾巴,忽山坡后一声鼓响,走出几个强人,拦住去路,问赞所买路前,赞怒曰,天下之路,安得辱迈, 胜得我手中利刃,则于乳前,不然,将乳头来试刀,小头目大怒,抄刀向前,与赞才交一合,被赞劈死颇下 那中乖的,急上山抱之耿中约,山下有一壮事经过,小头目问所经营,已被杀死,耿中大惊,急上马来看,见赞正与众头目相斗,忠认的是赞,盲和约,侄儿不得动手,赞抬头时之,慌忙下拜 耿中引赞上山,与耿亮相见壁,忠问所来之由,赞将报仇之事并血书四句,一一道之 今父亲这小职,尽头二位叔叔避难,不想有伤不下,忘起恕罪 忠约,如乃乌尔,和罪之有,即令手下白酒相待,忠音约,我等屯居于此,以观十遍,如寄来 作为第三位债主,赞拱手败谢,自是赞居债中,打官结设,出无不胜 一日,赞与耿中兄弟一约,河东旁郡,多有钱粮 叔叔借我军事三千,往丰州劫掠而回,可应二年之用 忠孝约,将周是张公井镇首,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去必遭其擒也 赞约,小职若者一军,情愿偿命 耿中见赞如此之气,便与军事三千 赞集披挂上马,扯起令字旗,上写河东窃齿筹五字 引着三千兵来到降州城下,将成为了 大教,好好将府库前梁献处则退 不然,攻入城中,字意劫掠 守军报与宫颈之道 宫颈自私,赫兰山有新贼忽颜赞 英雄之事,必是此人作乱 吩咐军事二百人,多设公母,埋伏吊桥两边 待吴佑而擒之 军事得令,自去埋伏不提 宫颈披挂上马,引五百军出城迎敌 霍言赞跨着乌龙骑,直奔军前 大教曰,我来别无他意 只问库中借黄金三千两 宫颈怒曰,强贼击退,上流残生 不然,情辱县主,遂施万断 赞大怒,五枪跃马,直取宫颈 宫颈举枪来迎 二人交战三十余和 真如猛虎相斗,不分胜负 宫颈再战阳书,走过吊桥 赞勒马赶过桥去 呼一声鼓响,两边伏兵并起 剑如雨落 赞大惊,跑马即杀回 锁步三千楼罗,射死一半 宫颈一步追赶,收兵还入城中 却说忽颜赞不敢回见耿中 单马奔小路逃走 将近一更,又被俘虏楼罗拿住 正是,才托虎坑逃得去 又遭积警捉将来 众所罗将赞赴上山来见马昆父子 昆问曰,如乃何人 赞曰,小人是相国之子 父姓忽颜,名赞,走错路途 被大王部下所捉,起饶性命 马昆大怒曰,禁闻辱为将周 将解府库,上来满我 吉令将献车求起,连夜点二百余人 解送忽颜赞入将周请赏 扑罗的令,将赞解除山下 众人相畏曰,我大王与巴寨大王有戏 只恐前面夺了忽颜赞 我等如何分说 不如前面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罢 前道拦路虎门手,叫声,借宿 由守门者出来看之 见一伙强人,谢一献车来道 守门者曰,夜以身矣 如等借宿,休得惊动大王 众人祈祷,我等自有方便 即将献车推入后庭去了 时有巴寨主李箭忠,未入西津沟兰内看戏 被关居查拿住 求于牢中四年,因越狱走回 亦在拦路虎家借宿 不出门外,听见守门人大惊小怪 乃问曰,如等相亦合适 守门者曰,太行山马大王 令二百人解户言赞与张公景情赏 见中听的,自私 我在西津牢内,闻得赞乃英勇之事 因何被他拿了 还当就知 集提破刀亭后 大叫曰,谁敢兼求赞将军者 修走,众楼罗惊散而去 剑忠打开线车 取出护炎赞 在星光之下相见 赞曰,是谁救我 恩德难忘 剑忠曰,我乃第八寨李箭忠也 都是一家兄弟 即赐予依附 此日,代赞回星见债 人报知债主柳雄玉 雄玉大惊,即出债迎接 果是真实 雄玉邀入账中坐定 不胜之喜 英问,何以得回 剑忠将月遇之事道之 雄玉曰,自尊兄离债之后 手下单弱 比六债主罗卿每年来讨赞土钱 甚被扰害 剑忠大怒曰 此贼再来,无当生情之 雄玉英问,同来此位是谁 剑忠曰,乡国之子忽言赞也 雄玉曰,久闻其名 惊信相会 即令左右涉酒清贺 三人正隐之间 呼报,罗卿同五六百人 来山下讨半年令土钱 柳雄玉听的,不敢问 赞去一,定剑忠曰 启借安玛一甲 生情罗卿来献 以报哥哥救命之恩 剑忠喜曰 无知贤弟足是其敌也 吉父与安玛盔甲 点喽罗二百,随在盈敌 赞披挂齐备 此二位而出 向山下大叫 罗债主来此何干 请曰 特来问柳债主讨半年令土钱 赞怒曰 辱继以兄弟相处 及早退去 免伤和睦 不然 特侵辱入山已现 请曰 无端匹夫 与辱何干 而来聊夜 吉挺枪跃马 直取护颜赞 赞吉举枪相迎 二人交战 未及武和 赞轻输原臂 将青捉在马上 杀赞于众 绑附罗倾上山 来见李建中 建中大喜 将青吊在柱上 曰 带缓缓诸此逆贼 令聚酒庆贺 不想罗倾败众 暴与第五债大王张吉 再得二百人 全装灌带 喝喊连天 来供新建寨 李建中与赞正在饮酒 听得山下筋骨不绝 人报 武债主引兵来救罗倾 赞怒曰 带一发擒较此辈 以除心腹之患 几次剑中 引众人出寨 排开阵势 赞贺问 前面强贼何人 张吉认得是赞 乃曰 好好放出罗债主还我 饶你性命 如若不从 将你目下受灾 赞大怒 挺枪直取张吉 张吉抡刀来营 刚斗二合 被赞一枪赐于马下 众人见杀了主将 各自丢割抛击而走 赞成士追入寨中 将锁具金银 尽数截取 放火焚其山寨而回 剑中 雄玉剑赞又胜一阵 大喜曰 贤弟威风 果不虚传 仍令作喜饮酒 剑中喝左右杀取罗倾心甘 作公酒之谣 三位开怀畅饮 不提 却说败兵走投太行山 见马昆 说致罗倾 张吉被赞所诛 马昆大怒曰 不诛此匹夫 何以谢无分 即令长子马华 帅五百金勇 杀本新剑债来 罗族报纸李剑中 剑中曰 马昆欺人大胜 无当出马情之 赞曰 不劳尊凶神色 待小弟明日定下计策 请此恶当 以身前恨 剑中依其义 下令众人坚守债诈 明日出战 众人得令 各自整备去了 忽言赞回到帐中 思量捉马昆之计 而二 睡去 忽见个火球滚人帐中 赞梦中赶将出去 至义所在 竟是金窗诸户 功与威然 赞之入内 却不见那火球 旁边转过一人曰 主人后将军多时矣 赞曰 如主人是谁 其人曰 请入内便见 敬引赞入殿中 见一元猛将 端然而坐 去定呼言赞曰 你到天下 只你一个会武艺吗 赞答曰 小人亦勇之夫 何足挂齿 那元将道 且去教场中 无有事讲论 赞即随到教场 亭上坐下 那将令左右 以安马军器赋予赞 曰 你有慎武艺 誓也易遭 与无关之 赞领诺上马 将平生所学显出 那将孝曰 此步足为奇 换左右牵过自己马来 为赞曰 无与君教 一教胜负 赞自私 世间留一路 枪法未始 且与他比较次之 乃上马 与那将常中比较 二人斗上树合 赞挥起钢枪 被那将转过滑溜三 斜下马来 连赫曰 无地牢记此一法 赞恶然觉来 却是梦中 是身上衣甲尚载 赞思其意 便换小卒入 问曰 此处莫非有神庙呼 小卒曰 离此一望之地 有一座古庙 年身荒芜 无人计赛 赞于次日 带小卒来看其妙 见排额写道 唐玉池宫之词 不如殿上 见神像 与夜来所梦无异 赞曰 怪哉 此乃神力相助也 几岛身四拜 当神助曰 若使护言赞酒后发迹 必当重整此语 以报神功也 拜罢 于小卒回见李建中 建中曰 贤弟那里得此一甲 赞道 知夜来所梦之事 建中喜曰 此乃神灵相助 无地当有大富贵之分 正讲话间 呼报马华在外诺战寺 赞词却见中 抄枪上马 引众人出寨迎敌 对阵马华举边 指而骂曰 诸不尽的狂奴 好好将罗青放出 免得自家相病 不然 遂辱失为万段 赞大孝曰 辱将来与罗青 同意处死业 华大怒 举枪直取护言赞 护言赞曰 退术部 兵刃相迎 魏己两合 被赞协助枪烧 活活捉住 令人压上山 来见李建中 华之败兵归报马昆曰 小将军被赞活捉而去 昆大经曰 死贼真乃雄勇 急令赤子马戎 不见勇二百人 前去就去 暂听之太行山人马又到 列下阵势 马戎横刀与马上教曰 好好将吴兄放出 佛眼相看 不然 杀乳片甲不留 赞怒曰 戴擒这乳一同发落 急挺枪纵棋 冲过阵来 马戎抡刀回战 二人在山坡下 斗上二十余河 不分胜负 赞乃杨书 走回本镇 马戎不舍 骤其脊椎 转过奥后 再按住神枪 专带马戎将近 抄起金鞭 喝声 招 从背上打下 马戎口吐鲜血而走 回到寨中见马昆 说在英雄难敌 马昆幽闷不已 昆有女金头马氏 剑负面带忧色 因问曰 爹爹何故不悦 昆曰 经被新建债富贼 忽言赞 捉去如掌胸 又打伤二哥 思量无人敌之 事已纳闷 马氏曰 爹爹不须烦恼 带女孩前往情之 昆曰 此人英雄莫敌 只恐辱胜不得他 马氏曰 当用骑兵捉之 先埋伏勇壮于山侧 若战不胜 引入府中 避落圈套 昆一起言 给予七千人前去对敌 忽言赞之之 当先出马 大叫 来将吉令债主归顺 免遭无焚禄 不然角如等 无藏身之地 马氏大怒 五刀跃马 直杀过来 忽言赞拍马迎之 二人站上三十余和 马氏跑马而定 在乐马赶上一里地位 见山后 隐隐有伏兵之状 遂回马不追 两下各自收军 马氏回见昆曰 忽言赞身之兵法 不能胜之矣 昆玉不悦 护小族来报 山后一彪军马来到 不知是谁 昆文之 吉令人少叹 回报第一债主马忠也 昆出帐迎接 马忠与留士安下人马 入债中相见弊 昆曰 久为贤弟 一向消息不闻 忠曰 怀想大哥多日 金特来相访 昆令左右 设九里相待 众人引致半憨 马忠见昆有忧色 应问 尊凶何故不悦 莫非以小弟来扰呼 昆曰 贤弟道差矣 无兄弟及同一家人 岂有厌弃之意 正奈第八寨 有心来忽言赞 梅宇各债相并 继日捉去无长子 无人救的 是以纳闷 忠听罢 乃曰 既如此 不须烦恼 小弟当出力相救 昆曰 此人亦是劲敌 不可小觑武 忠曰 自有方略降之 即此却马昆 与刘士尹本部人马 来至山下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